一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胯这个部位呢 在人身体的什么地方呢 就是呢 通常指的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大骨头 就叫盆骨 这个地方呢就叫胯 我们松胯呢 不仅仅简单的是 在一个方向上把这个胯松开 而是一个全方位的 就是上下左右前后 整个的一个松开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四个小技巧 帮助大家进行松化 好 第一个动作呢 叫转腰松化 转的时候呢 腰化呢 进行一个大幅度的转圆 尽量呢 把这个圆化到最大 转的时候 要把围里转开 正方向反方向 进行一个这么旋转 第二个呢 是一个涌动 上下的基柱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侧面 上下 这样转动起来 好 上下 上下的一个转 这个是一个形成一个涌动 好 这是第二 第三是呢 是上下抖动 通过放松胯关节 上下进行一个抖动 第四是左右放化 通过重心的转移 进行呢 左右 这样的一个放过 好 解决松化的中心方法呢 还是要学会站桩 上面这四个小技巧呢 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练习的小方法 关注我 带你学太极